演说梦工场轮到我上场 我是许杰慧 目前人在马来西亚荣佛新山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旅行的意义 很多人去旅行的时候 一定是吃喝玩乐和休息吧 我这人比较特别一点 我都喜欢在旅途中发现自我 有所体悟 我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去印尼 拍一座火山 这个旅程是让我这人生里面 最大的体悟 一般普通人在登这座火山的时候 路程只要花两个小时 而我在这个路程花了四个小时 我才攻顶 途中其实我一度的就想放弃了 因为我的体力真的没有办法 再让我持续走下去 我就告诉我自己 人生这条路其实是很困难的 唯有坚持 不中途放弃 不轻易言败 这一条路你才能够走下去 也就这样 我边走边停 边走边停 最后我坚持了爬到宫顶 看到大家一同看到的美丽风景 其实人生很多苦与乐 我们必须在苦的时候停下来 尝尝乐 再走一走 再尝一尝 虽然起步比别人慢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能够见到最美的风景 谢谢